我们今天晚上就是说 我会跟你们解释词心是什么 不知道你们看不看到我这个powerpoint 同时我希望你们听得懂我的国语 这是我第一次用 就是今天的提纲就是我们先做二十分钟 然后以下的时间我们来修词心 刚才我给你们提过那些短语就是 愿我身体健康愿我快乐安详 这些短语就是我们修的时候 然后就是来给我们提醒自己 又懂得照顾自己的身体 懂得照顾自己的心理和情绪 但是呢 你没就是日常生活中 你们又知道懂得如何照顾自己的健康 小心吃东西饮东西 同时又懂得去运动 然后自己的心理又如何来平衡 当你面对烦恼痛苦 这就是我们修词心或者是事无量心 不是就是说了就算 但是你要有行为你要做 就是训练 事无量心呢 就是英文叫做 就是一种修炼 就是一种修炼 训练我们自己的心 英文叫做 Mental Training 那么 什么叫做没有慈心呢 如果你对自己 正常自责 说自己很笨 没用 蠢 白痴 或者是我有很多弱点这样那样 这些就是对自己没有慈心 所以如果你们有说过的话 尽量尽量不要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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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自己也是 对他人也是不可以说 我们做人我们宣戏是好 但是我们不可以说自己没用 自己很多弱点 那就是我们佛教里在事业里面 人人常说就是我们要有慈悲心 但是这只是说 这不是行动 不是我们做的 就是通常在事业里面常说 就是耻能愚弱 悲能拔苦 但是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怎么样应用 怎么样来做 我这里我很快的 我不能跟你们读 就是原因呢 佛说这篇慈心的经 就是因为有一次 他叫一些比丘去 圣灵里面去打坐 但是圣灵里面有一些神 在那边令他们的心不安 他们在那边怕 结果他们不能打坐 就走回去佛陀 说要换地方 但是说不要 说佛说我给你们这个武器 这个武器是什么 就是在修慈心的方法 就是来对惧怕 这篇就是说佛说的 就是为了解脱 获得宁静 就是对不起 我不能跟你们慢慢的读 我希望你们有时间看 但是我就是说这篇慈心的重点 就是我们为了解脱 为了知识 为了清静 谦虚 温和 不自满 同时我们也要对一切众生 就是愿他们有喜乐 有健康 众生这里就是人和动物 所有一切动物 大小大中小 我们愿他们健康快乐 我们 我们 当我们这样 发这样 就是 有这个慈心的话 我们心里面 不会有敌意 不会有 称恨 也不会 想伤害他人 因为 每一个人 包括动物 都要 快乐 那 佛说 慈心就是像一位母亲一样 就是 这位母亲 她会舍命保护 自己的亲子 也就是 就是像这个亲子 就是独自 单独一个 那么 这个慈心呢 我们可 也需要 保持它 当我们每一个动作 每一天 在 我们生活里面 每一个 每一个动作 每一个活动 我们都有 正念跟慈心 如果我们这样修的话 我们可以消灭 我们六根的 贪欲 的执着 然后呢 不再投胎 就是 我们不再受论回 我们可以正 阿罗汉 就是 当我们心中 培养 持心 这个信念 之后我们可以 散发给 他人 就是 我们可以 英文叫做offer 就是我们 禅修的时候 我们可以 就是这样 送给他们一样 我们也没有伤害他人的心 当我们 就是 甚至我们 会生气 或者是有 冤恨 但是 我们 也不想 伤害他人 这个 就是 我们 修持心的重要点 就是 就是 就是像 刚才余佛说 就是 在经理 持经理说 就是 我们 像 就是 持心就是像 母亲 保护一个小孩子一样 对他 就是有 无量 的 慈心 就是 这位母亲 就会 舍一切 来 就是不顾一切 来保护 这 他唯一的孩子 无量 就是 我们 的 慈心 可以 超越 空间 时间 所以 叫做 无量 就是 我们 像 十方 上下 就是东西南百 然后 之间 就是再多四个 然后上下 就是十方 嗯 我们 像十方 发出来 就是 发出来之后就是 没有 障碍 就是 刚才你如果 就是你们修的时候 你们念 你会知道 留意一下自己的感觉 感受 然后 这个感受会 给你一种 力量 就是你可以像这种力量 就是 从全身发出来 另外一个 重点呢 就是 我们修 慈心 也要有 真念 所以 你要 修慈心的时候 你先 把 心定 下来 先把 真念 修出来 这就是我们修慈心之前要做的 所以 当你有正念的话 你一定就会有 慈心 因为我们的正念给我们 我们就会小心 我们不会很容易的 反应 或者是要 做这个 又伤害他人 就是正义 就是包括这些 的态度 就是你站的时候 你走路的时候 然后 坐下来 或者是躺下来 都有正念 都有慈心 那 就是 就是 现在我就是跟你们温习一下 就是慈心 就是简单 简单来说就是 我们 我们 又 知道 又懂得 对 如何对 照顾自己的 身体的健康 和心里面的 安静 的快乐 就 修 我们修慈心 就是 来 训练 我们的心 是一种 给我们一种 习惯 当我们没有 打坐的时候 我们工作 就是 甚至你们念书 做什么 都 都可以 你都有 这个 慈心的习惯 的观念 当 之后呢 你懂得 照顾自己的身体 懂得 找到 在内心 找到快乐 你就可以散发到 亲人 就是父母 阿公阿婆 阿婆 阿爷爷 然后 兄弟姐妹 朋友 陌生人 甚至 你可以 将你的 慈心 散发给 令你痛苦的人 我 我很少用敌人 或是仇人 因为 就是在我们 语言里面 虽然 但是 如果我们说出来 就是 我们有敌人 就是我们心里面 带有一种 仇恨的心 所以 我尽量不用 这两个词 那么 慈心呢 就是来对付 我们所受过的痛苦 也许我们受过虐待 受过 经过很多种种的创伤 就是 那么我们心里面 就是保持这个仇恨 这个恶意 这个敌意等等 就是 慈心就是来帮我们 把这些 不善心 这些恶心 消灭 这个图就是 简单的说 就是我们 先对自己 有慈心 然后 很自然的 我们就 懂得 向他人 愿他们 有慈心 甚至我们 帮他们 如何照顾 健康 就是 比如说他们 没有得吃 没有得穿 你可以的话 你可以的话 你就可以 可以的话 你就帮他 家人 朋友 甚至 令你痛苦的人 或者是 那些 麻烦的人 另外最最 很重要的 修持心的 效果 或者是 英文叫 利益 就是英文叫做 benefit 就是 这里 就是佛说的 不是我说 在《正记》 《不经》里面 卷释 第219 篇经 佛说呢 我们以慈心 来解脱心 这是什么呢 就是 如果我们心里 带有 不舒服 对他人 不舒服 或者是有仇恨 很容易 生气 很容易 发脾气 那么我们用 慈心 来解脱 我们的心 把这些 不善的心 把它 灭掉 就是 叫做我们 可以 得到解脱 就是这样 然后呢 佛也说 就是 我们 我们 我们这样做的话 就是我们 创作 善的结果 和 不需要 再轮回 我们修持心呢 就是属于 重业 所以 这些重业呢 可以 就是说 将 优先 与不善的 压力 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 我们 如果我们 所造的 二月 我们修持心的时候 我们 这些重的善月 可以 把我们以前 所造的 二月 灭掉 我也有说 就是 有一些人 会 就是 擦死父母 或者是 会 令 阿罗汉 受伤 这些 也是叫做 重业 但是这是 重的二月 那么 在 在 在我们修 慈心 或者是 就是 善的重业呢 它可以帮我们 得到 禅那 英文叫做 Jana 就是我们可以 入定 也可以说就是 我们修持心 可以 让我们 成就 或者是 获到 入流 入流 就是 第一果 阿罗汉果里面 四果 就是 我们可以得到 第一果 也许 叫做入流 或者是 气来 因为得到 或到 正道 入流 之后 我们只需要再 轮回 七次 所以 你们要对自己 有信心 要懂得如何 修持心 那 这个 比如呢 就是 持无量心 这里 那位 德宝法师 他比如 他这样 持无量心 比如 像一个妈妈 有孩子一样 就是 他会 他怀孕之后 他会很 小心照顾 胃生出来的小孩子 然后生出来 他也很 小心 的 对 这个小孩子 让他健康 让这个小孩子快乐 这就是叫做 持无量心 那 悲心 是什么呢 悲心就是 你 这个妈妈 不让这个小孩子 受到 任何伤害 也许他跌到 这样 那样 那么父母呢 特别就是母 母亲呢 都会感受到 这种痛 伤痛 或者是痛苦 所以悲心 就是不让自己 伤害自己 和不伤害他人 这叫做悲心 那母亲 父母 对孩子 这样照顾的话 就是 他们就有 无量 悲心 那么 就是我已经说 我已经说 把持心说完了 就是接下来 我就是很简单的 跟你们解释 其他的三个心 就是悲心 喜心 和舍心 悲心呢 也另外一个词 就是 好像是读 臨门 在经典里面 里面也有 常常你们有看到 就是 请佛 联门 我们众生 这样那样 我们的痛苦 这就叫做悲心 英文同时 英文就是叫做 compassion 但是如果你打 你查字典 你打 你用英文 翻译到 中文 他们就是会说 同情心 但是这个不对 要 compassion 就是 悲心 怜悯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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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什么 是什么 我们 也可以 感受到 就是重要的 就是 认识自己的痛苦 就是譬如你们 你们学生 也许你们有压力啊 这样那样功课 多 或者还要做其他的事 这些就是叫做压力 就是你们要懂得 对自己有悲心 就是 self-compassion 我翻译出来就是 自悲心 就是要对自己有悲心 当你有压力 或者是面对痛苦的时候 最重要的是 不要 立刻反应 不要 伤害自己 和他人 在这里 伤害是什么呢 伤害自己 就是 也许有一些人 他们 受到很大的压力 那么 他们就是去喝酒 或者是 他们去 吃什么药 什么粉 这些就是 叫做 伤害自己 不懂得珍惜 不懂得对自己 照顾自己的身体 这个就是叫做 没有悲心 那 悲心 就是 自悲心 就是需要 三个 三部分 第一 就是要 仁慈 就是 要 以慈心 对待自己 或者是 又对他人 又有慈心 对他人 另外一个重要性 就是 悲心里面 第二个重要点呢 就是 共同的人性 就是英文叫做 common humanity 就是我们 认识到 我们 认识到 跟他人 尤其是终生 也会受苦 这个叫做 共同的人性 包括动物 他们也会有痛苦 第三个重要点 在悲心里面呢 就是 是正念 就是 要知道 认识到 痛苦 然而 不会 伤害自己 和他人 这个 这三个重要点 就是 包括在 悲心 或者是联盟心里面 那 如果你打坐 你们打坐的时候呢 你们可以念 这些短语 就是 愿我认识 痛苦 和悲哀 就是 你可以加自己 但是 因为我们 如果你这样 就是像 因为我恐怕你们说 哦 自己的痛苦 然后呢 我恐怕你们就是 放不下这些痛苦 就是你可以简单念 让我认识痛苦 和悲哀 让我不像 好像这个是错 让我不像自己 对自己痛苦 和悲哀 来反应 就是不要很快的反应 这些痛苦 让我不会伤害自己 这个很重要 和他人 因为 也许你痛苦 但是你不会伤害自己 你会去伤害他人 你会去骂人 打人 这个也就是 也就是 包括在 悲心里面 不可以 伤害自己 也不可以 伤害他人 或者是动物 另外你可以念 愿我 原理痛苦 和悲哀 愿我 接受 我这样的自己 或者是 愿我 爱我这样的自己 英文叫做 May I love myself just as I am 我用Google 来翻译 所以我不知道 你们会不会明白 就是 你要接受 你这个身体 你这个人 全身 你的心 你的心 你的心理 你的情绪 你要这样 地接受自己 这个就叫做 对自己有悲心 如果你不喜欢自己 如果你说 你身的不好看 这样 但是这是你自己的观念 不是他人的观念 你这样做 你自己令自己痛苦 所以你要记得 这句话很重要 另外呢 最后一句呢 就是念 愿我得到安乐 平静 当你 虽然你面对痛苦 但是你也可以得到一种 你的心有一种平静 这样的话 你就会 懂得来面对自己的问题 自己的痛苦 另外我想再说呢 因为这个现在的时代 就是哪一个国家都是一样 因为如果读书的话 就是你们会 受到很大很大的压力 那么在西方呢 我不知道其他的国家 但是美国呢 他们很重要 有一些就会很重要 注重这个self esteem 就是至尊 但是至尊 至尊好 但是至尊比不到自卑好 是什么呢 因为自卑心呢 是一种与善意和接纳的方式 与他人相处的方式 是什么呢 就是你与善意和接纳的方式 来对待自己 跟他人相处 至尊呢 只是对自己 看到自己的戒指 和积极的评价 这个是第二点呢 第一个不同的点呢 就是自卑心呢 需要承认我们每一个人不是完美的 没有这个世界 真的 也许有很少很少人会 但是我们其他呢 没有一个人就是完美的 绝对没有 但是呢 至尊心呢 至尊心呢 他如果一个人有至尊这个心呢 他就会感觉到自己比别人好 自己比别人漂亮有钱这样那样 这叫做至尊 但是如果没有钱 如果样子不好的话 这个人会受到很大很大的伤害 对自己 最后一个重点呢 最后一个重点呢 自卑心 或者是自怜民心 是提供了一种自我借质感 但是呢 至尊呢 他是有 带有一种自怜感 常常和他人比较 但是 自卑心没有 就是我希望你们明白 这个很重要的重点 就是 至尊是什么 自卑心是什么 另外再一个分别就是 同情心 英文叫做 sympathy 同理心 英文叫做 empathy 悲心英文叫做 compassion 那你们可以在YouTube上面看 我没有放在这里 在YouTube上面有一段 两分钟的video 就是来分别 这个什么意思呢 就是 如果有一个人在地下室里面 黑黑的 那你在 有一个另外一个人在上面 那有同情心呢 他怎么样说呢 他就说 哦 我看到你在下面 他只是 哦 我看到你 只是这样 那么 同情他就是停在那边 同理心呢 他会 哦 我知道 你的感受 是怎么样 在地下室里 但是他也停下来 所以 悲心的人呢 他看到 然后他直接走到下面 地下室里面 陪那个人 令那个人 不受到害怕 或者是不再痛苦 这个就是 这三个词里面 是这样的分别 所以 悲心 就是 compassion很重要 这样 这样也是 你对自己 不伤害自己 然后你懂得 照顾自己 就是 懂得 面对 就是 处理自己的 痛苦 然后 你可以 对他人 家人 朋友 麻烦人 帮他们 处理他们的痛苦 第三个呢 无量 洗心 就是像一个 就是像父母 孩子大了 有朋友 就是像 就是读高中 这样那样 或者是读大学 他们那么 程序他们 然后他们也是有 就是 有体育 就是 play sports 就是父母 要为这样 的孩子高兴 是充满的喜心 就是觉得 有一种快乐的感受 因为孩子 他快乐 所以 父母 也快乐 孩子有 成就 有成功 父母 看到 也感受到 有一种快乐 和感受 这个叫做 喜心 喜心呢 就是 包括 没有 判断 不就是不判断 不比较 不会有 嫉妒心 这个是很重要 不就是 我们不会吃醋 也没有偏见 或者是成见 另外一个 另外一个看法 就是 我们认识到 每一个人 都应该得到快乐 所以呢 我们看到他人 其他人快乐 我们自己 也会感到 为 也 也会感到快乐 为 他们快乐 不要说 我们没有 我们没有 这个 嫉妒心 或者是没有 叫做 赤醋 这个好像是广东化的 那么 怎么样呢 就是如果 人家快乐 人家有钱 人家住在 一个很 漂亮的房子 的地方 或是开很漂亮的车 我们又为他们高兴 为他们快乐 不要说 呵 这个人 他不值得 这个人那么丑 这样 那样 我们不要这样说 我们又 这样说呢 那么我们心里面有 不善的心 我们有 很大很大的嫉妒 这个就是修 洗心 的方法 那 怎么样 我们修 我们打坐的时候 你怎么样念呢 你可以念 就是 愿你的财富 或者是 幸福继续 愿你的幸福 你的快乐 绝续 只是这样 很简单 当你这样念的时候 你留意一下 自己的感受 是不是有一点快乐 有一点欢喜心 这个是我们修洗心的方法 另外也是一样 我们有 我们 为 他们 用他人的快乐 来 感受到自己也有快乐 最后的 就是 舍心 舍心是什么 就是在这里 父母 看到 孩子长大了 念了 就是也许念了大学 结婚 有家庭 那么 那个时候 父母要放手了 就是给他们 有他们 有给孩子们 长大的孩子们 有自己的家庭 他们又搬出去了 这样子 那么 你不要 自己父母 又知道 不要感受到冷漠 或者是孤独 这个 不对 就是 你要给他们走 要放得下 要 不要 不可以 就是要他们 跟我们一生一世 就是因为这个就是不可能 就是 我们 就是有执着 或者 就是叫做 在佛语里面 在 我们佛教里面 是叫做有贪怜 或者是有 贪欲 我们 不轮回的话 如果他们 到我们过生了 他们又会在 做这些叫做 英文叫做 Wandering Go 就是做鬼 再留在家里 什么都不走 就是这样 那么 怎么样来解释呢 就是 另外一个方法 就是我们 舍弃 英文叫做 Aquanimity 就是我们 当我们面对压力 痛苦 愤怒 悲哀 就是包括老病死 是吗 那么 我们又有 这个态度 接受的态度 接受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 以心理来说 接受不代表你 同意 也不代表你 喜欢 就是这样 你们 如果你们念书 你们拿到 就是一百分 你只拿到六十分 因为 那次你没有 学习 那么六十分 就六十分嘛 对不对 又接受嘛 但是所以 不然的话 你会在那边 对自己发脾气 在那边 骂自己 这样那样 不可以这样 又接受 也许你可以问老师说 啊 你可以给我一个机会 再考一下 这样那样 但是呢 不可以骂自己 就是 这个叫做 接受 的态度 另外呢 我们的心 要保持得到一种 平衡 开放 英文叫做open 我不知道 开放的词 翻译出来 对不对 你们可以帮我查看 另外就是有同理心 另外就是有同理心 第三个就是要信应果 要知道自己不要做恶悦 就是重要我们要集中到自己要做的事 但是呢 不要造恶悦 所以 第四呢 就是这里就是叫做我们要放下期望 就是不要希望他人改变他们做人的方法像你一样不可以 或者我们是不是对一些事情我们不同意 我们也要放下我们的期望 这个什么来解释呢 就是你看我们天气我们不能控制 我们要放下这个 这个 要控制 天气 天气 是吗 或者是现在我们有这个covid 我们不能 根本不能控制 这个就是叫做我们要放下我们的期望 要改人 要改 事情 改变 不可以 没有这个 如果我们不放下的话我们自己痛苦 另外最后一个就是放下欲望 这个就是包括在舍心里面的修行 那么 我们打坐的时候 你们可以念这次句 或者是你们可以改 就是愿我得到平衡 愿我的心得到平衡 开放 平静 或者是安静 因为你的心 平衡下来 平静下来 你就懂得面对这个困难 这个难题 甚至病 甚至老 如果我不接受老的话 那么我是会自己令自己痛苦 老实说 我还不是那么接受 第二句就是 愿我接受事情本来的样子 就是 May I accept the way things are 这是英文的 另外就是 愿我 接受 不是就是 愿我接受 他人本来的性格 就是 May I let people be for who they are 就是让他们 哪一个人都是一样 因为我们不 不可以改变他人 父母也要用这个态度 因为父母不可以改变 孩子们的性格 他们长大 他们有自己的性格 如果父母要把他们改变的话 就是大家都痛苦 这个就是舍心里面的意思 另外最后一句呢 就是愿我学会看透 所有现象的生命 就是 天气啊 太阳出来啊 月亮啊 这些全部都是很自然的现象 我们又懂 又懂 又学 学得看透 所有的现象 这个是 这个是包括在舍心里面 我们又 训练我们的心 另外这个是一样 就是我们对自己这样 然后我们教他人 我们让他 他人知道 家人 朋友 麻烦人 让他们知道 这个就是我们修 舍心的方法 那最后呢 就是 最后的复习就是 慈心呢 就是来 应对 就是对付 嗔恨 悲心呢 就是来 对付 伤害 喜心 就是来对付 嫉妒心 舍心呢 就是来面对 痛苦 烦恼 憤怒 让自己有一个 平衡 平静的心 啊 好了 刚刚好 今天晚上是这样 就是 希望你们有时间 再看 或者再研究 因为 受人心 就是要需要一段时间来修行 但是在四十分钟里面 我只可以这样跟你们分手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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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这个 是 好 谢谢大家